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基金管理 华士教育文化 非常欢迎准时收看基金管理 我们今天要讲第五讲 共同基金的组织与管理 那我本身是国立台中科技大学 保险金融管理系的确定于却老师 我们这个讲次 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国泰投信 行销业务处的谢庆锋 谢谢你来参与我们的讲出 谢谢你 却老师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是国泰投信谢庆锋 谢协理 很高兴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来跟各位同学谈一谈 共同基金的组织与管理 希望能够跟各位同学 共同的学习一起来成长 是 谢谢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我们这个讲次的学习重点 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投信组织架构 第二个是共同基金的募集与发行 第三个就是共同基金的操作与保管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 第一个重点就是投信组织架构 那我们都知道在我们国内 共同基金的发行机构 就是证券投资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我们简称做投信 那在我们目前国内投信公司有39家 那投信公司除了可以在我们国内 发行国内基金之外 也可以在我们国内担任境外基金的总代理人 那么以下我们就要就这个投信公司的组织结构 做一个一般性的说明 那首先我们看到这个投信公司的组织架构 第一个是股东大会 股东大会是投信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 是由股东所组成 股东可以选举董事监事 议决公司的重大事项 那么这个股东的成员 除了有一般的个人股东之外 有很多具有主导力的大股东 都是国内外的这个机构或者是法人 那么第二个是董事长事 当然董事长事里面有董事长一人 那么董事长是由这个股东互相选举出来的 那么他对内是董事会 以及股东大会的主席 对外代表公司 也就是公司实际上的负责人 那么第三个总经理事 那么总经理事有总经理 那么总经理呢 他最主要就是要统筹规划 全公司的经营策略 并且拟定执行营运目标与方针 那么这个总经理跟董事长的 双方的互动相互关系 有一点类似我们国家的总统 跟行政院院长的关系 那么第四个是有所谓的行销企划 与业务部门 那么这个举帆公司形象的建立 或者是产品的推广开发 以及这个设计宣传 通通都是属于投资 行销企划业务部门的 那包含还有说跟媒体的联络 或者是跟各个通路商的合作 或者是跟顾客关系的开展 比方说要举办 定期或不定期的举办 这个投资理财说明会 那么跟这个行销通路商 建立好这个沟通管道 通通都是行销业务与企划部门的职责 那么第五个是投资研究部门 那么这个投资研究部门 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基金操作的 一个心脏所在 因为投资研究部门 必须要经常对于国内外的 总体经济产业情势 以及整个全球的经济环境 做研究投资的分析 那么把这个研究投资分析的结果 做成报告 供各个党的基金经理人 作为投资参考之用 也可以供我们这个投信公司 作为开发募集新基金的参考 第六个就是这个行政管理部门 那么这个行政管理部门 是投信公司内部的一个管理 这个部门的工作 包含说总务 数务 会计 集合 或者是内部的财务管理 资讯管理 也包含所谓的这个客户受益凭证的档案的资料管理 这些以上的说明 就是对于投信的组织架构做了一个一般性的概括性的说明 在这边想请教一下谢老师 请您来说明一下 您这个是在等于是行销业务处在服务 那您这个行销业务处在你整个投信公司所扮演的角色 请您做一个比较具体的说明 好的 谢谢 那我想陈如确老师刚刚介绍的 那我服务的单位是行销业务处 那顾名思义呢 就是负责基金的推广与销售 就是所谓的业务单位 但是他有一个更重要的工作 就是要把基金合法的介绍给适合的一个投资人 那第二点要跟各位同学提到的 我们这个部门扮演的角色 是扮演客户与公司沟通的桥梁 就像最近所谓的KYP KYC 我们一定要了解公司本身的基金产品 Product 然后我们才能够进而了解我们的客户KYC 也就是说我们的工作就是 A 像把公司的基金的投资策略 跟产品的特色介绍给客户 那第二点就是把客户的意见 回馈传递给我们的公司 那作为公司耳后经营跟各项业务 精进的一个参考 那我的主要工作的内容项目 是像第三项提到的单纲定期定额 跟投资型保单链结 在整个受险通路的一个主要推动的一个角色 当然我们公司平常如果每年有募集 一到三档的新基金那也是我们的工作项目之一 那以上是我简单的回答 是的 谢谢这个谢老师的说明 那听完谢老师的说明 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所谓的这个还要重视的包装跟推广 所以一向好的产品的上市 如果透过这个谢老师这个行销业务处 这个这种单位的推广跟行销 那么才可以让这个投资人了解这个新的商品 那么我们当投资人可以从这当中 那么寻找一个适合我们的这个基金商品来做投资 所以他刚才提到一个KYC 了解顾客跟KYP 了解我们的这个产品 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我们休息一下 接下来我们来谈的是第二个学习重点 就是共同基金的募集与发行 那共同基金要经过募集跟发行的动作 才能够交付到这个投资人的手中 投资人才能够开始申购 那这个募集跟发行的这个主管机关 在我们国内是行政院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 那投信公司在募集跟发行的时候 要遵循相关的法令 包含有证券投资信托及顾问法 证券投资信托基金管理办法 以及证券投资信托事业管理规则的办法 来进行这个相关的募集跟发行的动作 那首先我们可以从下面 这个几个角度来说明共同基金的募集跟发行 那第一个就是要先取得 投信投雇工会的审查意见书 也就是说要先向这个中华民国证券商业 投信投雇这个工会 经过他的审查才能够 这个是第一步 第二步要向金管会申请核准 或者是申报生效使得为之 所谓的申请核准就是金管会要对 投信公司所提出的这个书面文件 加以审查 如果没有发现有任何异常 那么就予以核准 这个叫做申请核准 如果是申报生效的话 就是投信公司依照规定提出的相关书面文件 减负相关的书面文件 交给金管会提出申报提出申请 那如果除非说是投信公司 在申报书件上所填的资料不详实 金管会认为有补证的必要 才会再退回补证 否则从金管会收到申报书件 届满十二个营业日 那么就自动生效 那么生效之后原则上 这个投信公司要在六个月开始募集 那四十五日之内要募集成立 那么第三个就是要发行受益凭证 那么这个受益凭证是表彰受益人的权利 那么用这个受益凭证来表彰受益人 对该共同基金所享受的权利的一个有价证券 第四个受益凭证得不印制实体 而以帐步划波的方式来交付 那这个主要是基于这个交付的快速 还有安全还有环保 所以目前投资人经常这个购买基金 并没有看到这个尸体的这个交易 这个受益凭证 反而都是交付这个对账单 或者是从这个网络银行上面 看到自己申购的这个基金的数量 名称或者是这个损益状况 那么第五个我们要谈到的就是 他这个要遵循相关的法令 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遵循的法令 至少要包括证券投资信托及顾问法 还有证券投资信托基金管理办法 以及证券投资信托事业管理规则 那么第六个就是原则上成立要满六个月 才可以申请赎回 那这个就叫做所谓的避所期 那么之所以法律会规定避所期 他的目的 最主要是希望说这个基金在成立之初 那个基金能够尽快的建立起 自己该有的投资部位 而且投资人购买基金 理论上来讲应该是要长期持有 如果能够频繁的短线进出 非常不利于共同基金建立起他的投资部位 那这样子的话反而不利投资的 这个基金的永续经营发展 那这样子的话就失去了共同基金他的意义 所以我们有所谓的这个六个月 必所期的规定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这个证券投资信托契约 那么证券投资信托契约 他的意义主要是来规范基金公司 在我们国内这个基金公司 就是投信公司 还有基金的保管机构 以及受益人 也就是投资人 三方的权利义务的契约 那么在这个契约上面 一般来讲会记载下列的各种事项 包含有这个投信与保管机构的名称与地址 第二个就是基金的名称 比方说某某东协基金 或某某大中华基金这个名称 第三个还有定这个存续期间 存续期间就是这个基金 这个存在的期间 那么原则上基金 它是永续经营的 所以原则上基金 它是不定期限的 大部分基金是如此 但是第二种情况 如果是保本型基金 就会定了一个所谓的期限 例如五年 同学从这边我们可以知道 顾名思义保本型基金 我们在上一个讲次也提到 它是属于有这种固定受益的基金 那很可能基金的资产 就是投资在这个有这个固定期限的 比方说是债券 比方说债券五年到期了 那这个保本型基金 它的任务也达成了 那这个时候它就会结束 所以保本型基金 一般来讲才会定期限 例如像五年或者是三年都有可能 那么再来存续期间 什么时候借满呢 就是信托契约终止的时候 存续期间也就终止了 比方说这个基金 这个遭受到这个清算的时候 那么也就这个契约终止 那另外证券投资信托契约上面 还会登载的有这个投信保管机构 受益人的权利义务与责任 再来就是第五个会登载的 就是投资的方针与范围 比方说同学们可以在这上面 可以看到有些这个基金 他会说本基金的投资方针 是为了获取长期资本利得 或者是获取稳定的利益 为我的这个投资方针 那么还会计算这个基金的 净值的计算方式 那么第七个还会登载证券投资 信托契约的终止 那么信托契约终止的原因 可能也有下面几项 那么第一项可能是金管会 基于公益的考量 认为该契约应该终止 那么第二个原因 终止的原因很可能是基金公司 因为解散破产或者是被撤销 执照那么该基金契约也可能会终止 那么第三个原因是保管机构 基金的保管机构 可能遭受到解散破产 或者是被撤销执照 那么该基金的这个证券 投资信托契约也要被终止 那么第四个很可能就是 受益人会议决议要终止这个契约 那么第五个或者是这个 因为基金的规模缩小 那么达到了清算的标准 那么这个证券投资信托契约 也要被终止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的是 公开说明书 那么公开说明书 是对于投资人来讲 它的意义可以说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在公开说明书上面 有很清楚的记载了 本基金的投资方针 投资范围收费的多寡 还有可能面临到的风险 以及投资人申购 要负担的哪些费用 在公开说明书上面都有详细的说明 甚至于关于这个短线交易的规定 在这个公开说明书上面都要说明 所以投资人在这个申购基金之前 应该都要详阅公开基金的公开说明书 那么这个基金公开说明书 它的记载事项我们也有下面这几个 那么首先也是基金的名称 比方说某某新兴市场基金 那么还有这个就是基金的种类 比方说本基金是属于股票型的基金 还有就是基金的投资方针 比方说有些这个公开说明书上会写到 本基金将以诚信原则以及专业经营方式 把我们基金的资产投资在这个上市上柜的股票 或者是上市公司的债券 或者是政府公债上 以其获得长期的这个资本利得 以及获得这种稳定的利息收益 为本基金的投资目标跟投资方针 那么还会登载就是基金的形态 比方说是开放型基金 那么我们目前市场上绝大多数的基金 都是属于开放型基金 再来第五个就是投资的地区 那可能会写的是全球新兴市场 或者说是属于这个大中华市场都有可能 那么再来也会介绍到所谓的基金概况 包含说有这个基金的简介 包含说有基金的性质 以及投信与保管机构的职责 还有各项费用 还有所谓的投资风险 尤其这个投资风险的揭入 对于这个投信公司来 对于这个投资人来讲 更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任何的这个基金的申购 都是有风险的 那很可能面临到所谓的这个市场变动 汇率波动 或者是这个政治变动的风险 所以投资人在申购之前 都要详细的阅读 在这边想请教一下谢老师 这个投信公司会基于哪些考量 来募集新基金 好的我想实务上面有很多投资人常常开玩笑的问我 为什么你们投信公司这么喜欢来募新基金 我问他说你会怎么会这样问呢 他说大部分在报章杂志媒体 他如果有看到投信公司刊登广告的时候 那大部分的时候就是那家公司又要募新基金了 那究竟投信公司为什么要募新基金呢 有三点来跟大家说明 第一点呢 特别是一个新的投信公司 他要利用募集新基金来补齐公司基金的产品线 才能够满足既有客户 他全方位的投资理财需求 那至于第二点呢 我们有的时候在基金公司的立场 我们很羡慕有些公司的产品 有的时候也常常是我们公司的 说卖爆 卖到投资人想要买买不到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样的一个产品呢 基金一定是顺应市场潮流 那提供投资人呢 当前他很想要的一个产品 那公司呢 可以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产品呢 能够引进新的客户新的资金 那这样子呢 可以一方面壮大基金的一个规模 那也完成呢 我们个人工作上 公司的一个业绩的目标 来做一个完成 那第三点呢 基于台湾的一个市场生态呢 基金公司常常必须要募集新基金 为什么呢 我们用几个数字来做比较 在98年11月的时候 在国内投信公司所发行的一个基金呢 有516档 它的总规模是1.96兆 到了99年同期11月变成550档 但是规模没有增加 反而减少是1.86兆 到了100年11月呢 它的基金档数成长到595档 大幅成长 但是规模因为欧债事件 净值下来缩水成1.76兆 那各位同学我们注意到呢 整个市场基金一直在发行 理论上应该规模要不断的成长 而没有 这也就是台湾的很多投资朋友 他喜欢买新基金 看到广告他可能会去买 买了之后呢 如果呢 或者银行某些理财专员 他基于业务的需要 他有可能会鼓励或者说服 我们投资朋友把旧有的基金 特别是获利的 我们把它做变现 然后再来买新的 我想这是台湾市场上一个 蛮独特的一个现象 以上是我的回答 谢谢薛老师给我们 这个做了实务上的说明 所以一般来讲 好像是我们投资人 都有这种喜新 厌旧的这种心态 那当然同学们在投资之前 还是要看看 就是说包含说 每档基金的这种收费 收费的标准 收费的多寡 经理费保管费 手续费的多寡 这些都是跟我们的投资成本有关 所以同学们在申告之前 还是要这个仔细的问清楚理专 或者是看清楚这个公开说明书 才是这个谨慎的理财之道 投资之道 我们休息一下 接下来我们再来谈到第三个讲课的重点 就是共同基金的操作与保管 那么大家同学们这个上了我们几堂 这个基金管理的课程之后 应该知道 其实共同基金 它基本上它是基于这种保管 这个操作管理跟保管分离的原则 那么有一个共同基金 当作等于是操盘手来经理 管理我们的基金资产 但是呢 另外要把资产交给保管机构 帮我们做一些保管 或者是处分交割的事宜 那接下来我们就先来看看第一段 就是说共同基金 它的这个操作 那么它的意义呢 是这样子的 那么就是操作要基于 善良与忠实的原则 那么基于善良与忠实的原则 我想是基金经理公司 也就是投信公司 或者是基金经理人 这个最高的 这个道德要求标准 因为否则的话呢 很可能会有一些中保私囊 假公济湿的这个原则 那这样子长期下来之后呢 就会失去了 让投资大众失去了 对这个基金 购买基金的信心 那么第二个就是不负责盈亏 那么这个不负责盈亏 也是基金操作的一个特色 所以之所以要不负责盈亏 但是呢 前提是这个基金公司呢 在这个 这个进到了善良管理人 忠实的义务 跟诚信的原则 虽然这个有尽力了 但是碰到了这种 比方说系统风险 天灾或者是人祸发生 不可抗力的因素 导致于基金的绩效不脏 那这样子的这种盈亏 赚钱固然是不错 可是亏损的话呢 也是要由投资人来负担 那所以投资人 所以在这个投资基金之前 要这个认识 第三个是要收取经理费 那么这个经理费 收取的多寡 各党基金也不一样 那同学们必须要有个观念 这个经理费的多寡 在各党的公开说明书上面 都会有说明 通常是在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之间 但是呢 是不是收取这个经理费的比例越高的 它的绩效就越好 那答案刚好是不一定 所以同学们在选择基金的时候 千万不要认为说贵的基金 就是好的基金 这是不一定的 那么第四个就是要避免道德风险 因为根据前面的说明同学们应该知道 那基金就是要基于这种善良管理人 应该尽的注意义务 我们投资人把这个资产 把资金交给专家 但是专家千万不能够利用 这个职务上的便利得到的讯息 来做出一些这个损人利己的行为 如果这样子下去的话 投资人的这个利益跟权益 会受到侵害 那长期下来对基金 这个是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一定要避免这种道德风险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共同基金这个操作的过程 那么首先就是投资分析 那么投资分析当然是第一步 相关的人员要根据这个市场上的重要讯息 做出一个评论 那么加以预测 那么做成了投资 而且做成投资的报告 那么供下面的这个基金经理人 去继续的执行 第二个就是投资的决定 那么基金经理人根据上述的投资分析 还有法令的规定 或者是自己的这个判断 那么决定要执行哪一种资产的买进 或者是卖出 那么经过核准之后就可以交付执行了 所以第三个是投资的执行 当然投资的执行 就是要有基金经理人 跟相关的交易员来进行 那么执行完毕之后 要做成一个执行的报表 那么交给基金经理人 跟总经理成合之后 那么存档 那么第四个就是投资的检讨 当然这个投资的检讨 也要由总经理 或者是研究部门的主管 还有基金经理人 来共同检讨一下 过去比方说过去这一个月来 我们投信公司基金的绩效 为什么会有这种绩效 做一个检讨 那么并且把这个检讨报告 存档来作为以后继续投资 或者是研判的一个参考依据 那么接下来第二个要谈到的是 共同基金的保管 那么共同基金的保管 这个也是我们共同基金的一大特色 因为就是基于这种经营管理 跟保管分立 所以这个保管机构 等于是要受到这个投信公司的委托 在我们的这个保管机构 通常是一般的是银行 另设专户来保管这个基金 所以它的意义有下面几个 那么第一个就是基于 善良与忠实原则 因为它也是来帮我们 在保管我们的基金资产 所以保管机构 跟这个基金公司 等于是互相相互合作 互相分工合作来替投资人 谋求最大的利益 那同学们也都知道 如果基金公司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然就是要收取所谓的保管费 那么这个保管费 等于是我们投资人 给这个给付保管机构的一个酬劳 那么这个保管费的多寡 在这个公外说明书上面 也都会有登载 通常是百分之零点二零点三左右 那当然各党基金的这个保管费 可以收取的多寡也不尽相同 那么第三个就是与基金公司相互合作 那么这个保管机构 等于是受到投信公司的委托 那么来进行基金的开户 保管处分跟交割 而且这个保管机构 在我们这种情况之下 可以然后进到一个善良管理人 应尽的注意 即便基金公司跟保管机构 倒闭了 那么基金专户里面的资产 仍然不会受到这个债权人的追索 这个对我们投资来讲是一个保障 那么接下来谈到保管机构的作为 第一个就是依照基金 经理人的指示来进行资产交割 第二个就是清算的时候 依照比例把剩余的基金资产 分派给受益人 那么第三个是依照法令来强制处分 在这边想请教一些谢老师 我们这个投资人在买基金的时候 要如何来评断基金经理人的素质 好的 我想我建议同学 我们可以用一个最简单的法则 来做一个评断 那一般来讲一个好的经理人 应该要追求投资人短中长期的绩效 并且兼顾稳定度 那所谓有一种四四三三的法则 那这也是国内著名的一个财经系所的教授 他所提议出来的 那他有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在所有评比的基金当中 选择一年期绩效排名在前四分之一的基金 保留下来进行第二步骤 那第二步骤就是第一步骤保留的基金中 在选取两年三年五年以及今年以来 这四个区间当中 基金绩效排名也在前四分之一的基金 继续把它保留起来 进行最后一个第三步骤 然后在这最后一个步骤中 第三个步骤就是在这些名单中 在删除三个月跟六个月 绩效不在前三分之一的基金 那只要这样筛选出来基金经理人 他是有经营一段时间的 通常这个数值也是相当的优良 是的 那感谢谢老师给我们做了一个实务上的这种建议 这个四四三三法的同学们也可以参考一下 那总而言之 那这个共同基金的组织管理 它是建立在所谓的经营与保管分离的原则之上 那么基金经理公司跟这个保管机构互相合作 一个经营操盘 一个是保管保护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投资人就可以比较安心的 因为避免了所谓的这种坚守制造的可能性 所以投资人应该可以比较放心的 把我们的基金交付给这个相关的合法的基金公司 帮我们操盘管理 那么当然投资的时候 一定还是要注意到相关的风险 那么以上的说明 我们非常感谢谢协理的参与 谢谢